接著我們要講一個以前問過的題目 煙 你看到的煙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你看到的那個煙都不會是水蒸氣 水蒸氣無色無味無嗅 你看不到 就跟你從小到大你沒有看過空氣一樣 你是有風吹過去的感覺到空氣存在而已 你看不見 你看不見 你能看到白煙都是小水皮 或者小冰塊 那於是問你那個小水衣跟小冰塊從哪泵來的 哪泵來的 熱水上揮冒白煙 熱水白煙怎麼來的 既然叫做白煙就是小水衣 所以應該是水蒸氣凝結來的 哪泵來的水蒸氣 熱水往上冒出來的水蒸氣 熱水本身自己往上冒出來的水蒸氣 碰到外面的冷空氣 凝結所情的小水滴 這個叫做熱水的白煙 熱水白煙這樣來的 除了熱水會冒白煙之外 冰塊也有白煙 冰塊旁邊也會有白煙 冰塊的白煙是什麼東西 水蒸氣凝結 哪泵來的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接近冰塊 冰塊旁邊的溫度比較低 這樣就遇冷凝結成小水滴 所以冰塊旁邊也有白煙 白煙是空氣的水蒸氣 遇冷凝結形成小水滴 所以熱水的白煙跟冰塊白煙有一樣不一樣 熱水白煙是往上冒的 冰塊白煙是往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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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冰塊的小水滴是空氣的水蒸氣 接近它凝結而形成的 這個是考試考過的 雲是什麼東西 我三年級TQ告訴你說我心中暗爽30秒 原因我每一年都跟學生講 雲是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塊 天上夠冷就是小冰塊 不夠冷就是小水滴 終於有一年學生討 學生討 雲是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塊 心中暗爽30秒 那哪來的? 就是水蒸氣到天上 然後變成的小水滴或小冰塊 三年級的第一科會告訴你 為什麼水蒸氣泡到天上的時候 會變成小水滴 小學老師教過說 生到天上遇了凝結 這句話不太正確 這個說法不太正確 什麼才是正確的講法 第一科課告訴你 用一個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方法告訴你 第一科課再說 這裡考過 這個題目考過了 一杯冷淋放在桌上 不久之後外面的杯壁就會有一些小水滴 哪來的小水滴? 當然是水蒸氣凝結 哪來的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撞到這個冷冷的杯壁的時候 就浴了然後就凝結變成了小水滴 所以為什麼冰水被外面會有小水滴? 因為空氣的水蒸氣碰到杯壁 浴冷所凝結而成的 凝結而成的 OK 這也是考試考過的 我們在舞台上經常用乾冰去製造煙霧效果 問你那個煙霧是什麼玩意兒 當然不會是二氧化碳 附鹽就是乾冰就是附你二氧化碳 當然就不是白煙 它會變成氣態 二氧化碳無色無味無秀 你也看不見 它根本就沒有液體的二氧化碳這回事 所以它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就是小水滴 哪個小水滴? 空氣的水蒸氣 凝結了小水滴 空氣的水蒸氣為什麼會凝結? 因為乾冰昇華的時候要吸熱 乾冰昇華的時候要吸熱 所以溫度降低 因此水蒸氣會凝結成小水滴 這考過問你 那個舞台的煙霧效果是什麼東西 它叫做空氣的水蒸氣所凝結成的小水滴 空氣的水蒸氣為什麼會凝結? 因為乾冰昇華的時候會吸熱 因為乾冰昇華的時候會吸熱 冬天天氣冷的時候 開頭講話會噴白煙 那如果有人在玩遊戲 它噴火龍整個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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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窩 那那個白煙是什麼東西? 白煙當然是小水滴 所以當然是水蒸氣凝結 那碰來的水蒸氣 嘴巴吐出來 你從你的嘴裡呼出的氣體中有水蒸氣 碰到外面冷冷的天氣冷冷的空氣 它就凝結變成了小水滴 所以冬天口吐白煙這個白煙是水裡吐出的水蒸氣 遇到外面冷冷的空氣 遇了凌結所形成的小水滴 這跟各位介紹 各式各樣的白煙是哪共來的 這個是考過的 你要能夠理解 要能夠知道 OK